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那麼昨天是父親節 那麼小弟有一些事情 所以節目重播 那昨天的節目重播 就是讓觀眾不要賴皮 你看兩次嘛 對不對 老船長兩次有什麼了不起 你幹嘛重播 第一個我有事 但是其實重點是 我要大家看兩次 幹什麼 讓你看到兔 不是啦 就是讓你記憶很深刻 包括到今天 8月9號 我測標還是沒有改變 我就請教你 你是套哪一個族群 哪一種 是BI Ai 怎麼是BI老船長 現在改了叫BI 知道吧 我早就跟你們說過了 對不對 那第二個是什麼 大家現在不敢講了 叫碳權 這個碳 我把他改成碳氣的碳 這個碳我把它改成碳氣的碳 再來呢 超導 導電的導 我把它改成倒閉的導 這個測標是我 這個禮拜一的測標 那麼今天禮拜三 你看準不準 我把他改成碳氣的碳氣的碳氣的碳氣 他改成碳氣的碳氣的碳氣 那還得了 諾貝爾獎 直接頒給他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什麼做出來一個小米粒一樣 超導體要做出來要多大 我們人類才可以拿來用 對不對 還要靠運氣怎麼樣才能夠變成一個小米粒 我覺得就是一個鬧劇嘛 會去相信的人 基本上這個也是有問題 對不對 還真的一樣 把那個團隊的東西啊 他說怎麼做 我們來拼一下 弄一下 跟那個國中生的化學課一樣 搞了半天弄出來了沒 一定是沒有 有就馬上諾貝爾講了 還講那麼多幹嘛 一堆頭顧老師 尤其是網路大頭顧 每一個老師都有超導體 拿什麼出來騙 拿精益頂出來騙 你現在在看我的節目 你呢不是參加我的會員 你是參加那個老師的會員 他喊精益頂的 那家頭顧對不對 8390 今天繼續怎麼樣 C 看好啊 我都知道你的老師哪一天叫的 這一天叫的 這一天是哪一天 我們來看 一租一租來 今天禮拜三 昨天禮拜二 禮拜一 對 上個禮拜五 大家去看頭顧的節目 去那個網路平台 看那個大頭顧 那裡面的老師 幾乎通通都在喊精益頂 當天也沒什麼價差 當天也沒什麼價差就這樣子 對不對 我再放大給你看 沒什麼價差好喊 就在會員追在這邊的 倒楣一點買在漲停板 然後禮拜五收盤的時候 大言不慘 你們去看那個網路上都 點選日期嘛 那 告訴你超導體不得了 對不對 他的會員多幸福 大賺 賺他的頭 買在這裡叫大賺 對不對 你的老師沒有知識就算了 連嘗試都沒有 我再講一次 做得出來 諾貝爾獎直接頒發給他們了 那鬼扯淡就是一個鬧劇嘛 對不對 就你的老師連這種嘗試 他可能連超導體制什麼都不懂 對不對 來 買在這 這上個禮拜五的事對不對 超導 後來變成倒閉的導 對不對 跌停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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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從最高的這一天的價錢 是多少呢 對 自己看 58.9 漲停鎖住 58.9 經過這幾天而已 今天收盤收多少 46.4 你看你的老師 現在還敢不敢在他的節目 提精益頂三個字 所以我常常講 你們交了會費 要跟那種天天漲停 永遠大賺的老師 就每天看他節目 一年365天 都是大賺都是漲停 那你就是豬腦袋 你也不要來參加我的會員 我不收啦 我講真的 我今天講這個並不是說 我們要去搶人家生意 或看人家收得好眼紅 我說過 那些人都要下地獄的 對不對 他們要到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 十八層地獄裡面的第一層 拔舌地獄 舌頭給他拔下來 要不斷的拔 為什麼 說謊騙人 對不對 他們以為我這輩子騙完了 對不對 很舒服 也沒有什麼來生 沒關係 那他心中沒有信仰 那是他的事情 那我說過你的錢 被他騙光光了 對不對 那台灣為什麼是 這麼多的詐騙集團 還有發揚光大到柬埔寨到緬北去 甚至中國大陸 就是我們台灣人詐騙這一塊 為什麼那麼的猖獗 就是你看嘛 一個投雇公司要有執照的 分析師呢 書要讀得很好 對不對 要很會考試 才考得上分析師 經過這樣的篩選 然後最後變成怎麼樣 詐騙集團 對不對 他的會員買漲停板 當天哪有賺錢 一毛都沒有賺到 說會員大賺 股票漲停 他在讀什麼 他賭 下禮拜一再漲停 他可以繼續表演 而且會員開始賺錢了 不好意思 老天有眼 有沒有 先送一個疊停所 再疊死 今天怎麼樣 繼續疊 這個叫超導體 好好笑 超導體 關金一鼎什麼事情 每天在詐騙 這些分析師 不好好的分析 鬼扯淡 那當然啦 這些老師 如出一測 我這邊寫的 碳權它們也有 隨便舉個例子 1905 這沒有人講了啦 滑紙 沒有人講了啦 對不對 看到沒有 啵 碰 戲 這邊講 碳權交易所要上市了 8月7號 7月9號 8號 7月要上市的 上市得要戲 上市 碳權交易所要幹什麼 相關的個股要幹什麼 我真的搞不懂 有什麼好講的 沒錯吧 這個他們有沒有喊 當然有喊 你去看節目上個禮拜 喊半導體的 喊怎麼樣 碳權的 這家公司老是一堆啊 我沒有講哪一家 不要對號錄作 總之你們去看網路節目的 因為主管機關沒有辦法去管 那太多了 他們就胡亂講 隨便講 盡量的騙 然後打電話去公司 還保證獲利 你最近如果在7月份參加投顧 這個業務跟你說 他們是保證獲利的 你可以告金管會 那你要是聰明一點 告檢調單位 現在開始要出事情了 為什麼 因為股票跌下來 他的股票都跌兩三成以上 那麼保證獲利 一毛錢沒賺到 會員還輸死 還幾天的時間而已 就賠20到30% 那有些會員他就會 開始要告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嘛 所以我常講 你其實你去告 你錢大概也拿不回來 對不對 不要做一隻豬腦袋 真的 你在股票市場 你老師喜歡做左邊這個 我都搞不懂 這些老師可以騙你 就是因為 你沒有一個很好的操盤工具 例如王冠AI系統 你就被人家怎麼樣 牽來牽去 被人家騙 然後你參加會員交了這麼多會費 我還聽說有一次交600萬會費的 這個亂七八糟 主管機關都不管了 投雇的費用可以一次性收600萬 虎搞蝦搞到這種程度 那我覺得那個交的人基本上 應該現在輸的很狂野 當然他可能沒有看我的節目 因為他看我的節目的話 他就不會去參加那些投顧了 這樣懂意思嗎 那他也是活該 講真的沒有什麼好可憐的 人家叫你交600萬的會費你還交 你還說你不是豬腦袋對不對 來跟我老船長根本不用交那麼多 而且不會輸二三十% 還在騙漲停大賺 神經病 好 那麼還有一個就重點 BI 那這個BI呢 我已經在上個禮拜一再的警告 我說反彈過後要往下 而且要破 老船長你有講啊 你禮拜一的測標就這個啊 我們昨天看你重播就這個啊 今天又是這個啊 對啊 我說過 勤賊要先勤什麼 勤王嘛 AI這一波誰先發動的 長最兇的 我們就盯著他看嘛 對不對 是 今天表現不錯 沒有跌停啊 可圈可點啊 撐得不錯啊 偉創哥 好好的撐 知不知道 那七月份營收出來啦 你們去看啊 七月份的營收 這邊看不到 因為轟天雷很爛 他的動作很慢 你們去別的軟體看 七月份的營收已經出來了 你們去看好不好 奇怪了 AI很棒啊 怎麼搞了半天 第二季已經走完了啊 跟去年比都是衰退的 我從來沒有說 AI是不好的 這個目標很偉大 但是我一直告訴你 他沒有辦法在現在 現在你聽得懂 在現在把這個題材 轉化成EPS 現在是沒辦法 聽得懂嗎 然後呢 他漲到了一個階段 我跟你說 他開始怎麼樣 在這邊做頭了 對不對 這裡是頭部嘛 很明顯 對不對 阿拉川拿沒有亮 那時候是那個嘛 關禁幣嘛 當然沒有亮嘛 這是頭部看清楚 疊疊 疊到什麼時候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他會拉上來做右肩 各位懂意思吧 那你看這一支 2356 鷹葉達 有沒有 這裡也是頭部 這都是關禁幣 所以沒有亮 所以這個 你不要看這個亮了 會失真 這也是頭部 很清楚 那鷹葉達跟偉創 這兩個是屬於 比較沒有賺錢的公司 懂不懂 如果是2382 這個就厲害了 這個稍微強一點 對不對 老闆現在是怎麼樣 台灣的首富0百里 他是有獲利的 還有這一支2376 這兩支 你不要跟他 你不要把他跟偉創 還有這個鷹葉達 混在一起談 我們下半段繼續分析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 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得投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得投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 會局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 那麼技嘉跟廣達 他們是屬於有賺錢的公司 但是我說過了 本益比也過高了 明白意思嗎 所以說在跌幅上來講的話 一定是偽創跟殷業達的跌幅 會比他們兩個要來的大 那你有時候看到盤中對不對 哇沒有死啊 對不對 技嘉還是漲的 你看今天2376 對不對 AI沒有死啊 趕快去買偽創啊 殷業達啊 全部都套死 那去追技嘉的人 也是下來的光搭 去追嘛 反正現代值剛剛開始跌 那它跌到一個程度 它會反彈做右肩 所以說這一段時間 你就今天看到我節目 你不要再去玩AI 暫時不要去玩它了 懂我的意思嗎 除非有那種股價很低的 AI它要發動了 我再告訴你 這種比較高價位的 一張二十幾萬三十幾萬的 你就不要再去玩了 那偽創跟殷業達 因為本業沒什麼賺錢 那個你也不要再去碰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你看這個測標有多準 禮拜一我就寫這個測標了 昨天重播還是這個 今天還是這個 看到你怎麼樣 轉台我們不要看 沒關係啊 你轉台就轉吧 你去看你的老師的節目啊 我今天又在漲停板又在大轉了 所以我就常跟你講 人的心很重要 對不對 那有一些根本也不叫AI的 也在那邊胡搞瞎搞 大家在那邊喊的 我們來舉個例子 譬如說啦 2316 這隻今天表現不錯 關門放狗 鎖得很穩 男子墊 看到沒有 這個是怎麼上去就怎麼下來 為什麼呢 各位注意看啊 我常常跟你們講 這第一季賺鴨蛋 他去年還不錯賺2.81 他第一季賺鴨蛋 每個月的營收 都兩位數字在衰退 這種股票 有人要去追啊 我真的搞不懂 你如果是我的會員 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帶你買男子墊 因為這傢伙怎麼樣 第一季是虧損公司 我不大喜歡帶會員去買虧損公司 那不是說虧損公司不能夠買 我沒有這個意思 就說你有本事帶會員買虧損公司可以 那你要帶他賺錢出啊 那疊下來之後怎麼辦呢 對不對 你就大家要問你的老師 你為什麼當初叫我買男子墊 他在節目上吹啊騙 這麼兇 現在套牢怎麼辦 他一定不會理你 你放心好了 你放119加一個新 什麼意思老船長 你放120個新 對不對 他心裡想你這個豬腦袋 不騙你騙誰啊 就糊弄你嘛 乖2月30號就會解套了 對啊 等你會騎到了 那你們家的事 還有新的豬腦袋會到港 這樣明白意思吧 每一次沒有大跌 沒有套牢 沒有受傷很深的時候 大家都不理我 對不對 全市場只有我一個在喊 對不對 好像狗廢火車一樣 因為老船長的節目做公益為主 別人呢做生意為主 你腦袋清楚的 你好好想一想 那再來我們再看 還有一檔股票 譬如說 今天也是表現不錯 看你順便看一下 這也是怎麼樣 達韻 我就給你看 第一季第二季全部都虧損 這種公司大家很喜歡 有沒有 追在最高點殺下來 這頭顧老師有表演嘛 達韻嘛 今天表現不錯啊 關門放狗 對不對 這2700多張痴心妄想 你要賣給誰啊 出事情的時候 再來看我的節目 來不及了 那這裡面有很多是 王冠已經黑的股票 當然啦 你自己去想 哪一支是黑的 哪一支是即將要黑的 即將要黑的也要 趕快停損趕快出了 好不好 來我們再來看3363 這支今天也不錯啊 對不對 鎖得很穩 沒有要開的意思 這2000多張賣給鬼 看一下上捲 對不對 頭部做出來了 這一根確立 明白嗎 再追嘛 這種公司 它都有一些特徵 就是怎麼樣 第一季賺0.38 哇好棒棒 去年才賺0.53 那你要想 第一季賺0.38 股價怎麼樣 可以高達60幾塊 平盤是70塊 對不對 這一季了不起 賺1塊多 或2塊好了 70塊也沒有很便宜 這一看就主力在炒的股票 那有人說 這個老船長你不知道 它是AI相關概念股 隨便 現在漲都說AI 跌的時候都怎麼樣 都BI 老船長這句話講得很好 放心 我們沒有什麼AIBI股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黃金時段 現在已經錯過了 等這一波AI 跌完了變成BI之後 然後清洗完之後 如果我幫各位找到一檔 股價在低檔的 有接到AI訂單的 那麼 我帶你們操作 好不好 來再來我們再看一下 多看幾支 對不對 這支看了沒1476 這支很少見 如虹這好公司 注意好公司跌停所 這也是輸食很多人 因為很多有錢人都買如虹 對不對 這邊頭顧老師有表演 有叫特別會員買 我知道了 有認識的 頭顧老師說 他特別會員很有錢 對 現在還有沒有很有錢 你如果參加頭顧 參加特別會員買如虹的 來找我 你的老師鬼扯淡 500多叫你去買如虹 對不對 不會去買別的公司 台北股市只剩下一檔如虹 可以買 一定要買這種高價位的嗎 其實不需要 我常常在年 我年輕的時候當分析師 我就跟人家講 很高價位的股票 盡量不要去碰 為什麼 他今天是賺很多錢 所以他很高價沒有錯 但是他能不能一直這麼賺錢 各位去想這個問題 不容易 因為世界的競爭之大 不是只有台灣 我舉一個例子 大力光 對不對 可以從6000多跌到1000多 你再有錢 你就變得怎麼樣 沒有錢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辦法 永遠維持世界第一 這麼厲害 而且現在很多的產品 對不對 二線的也會做 不一定人家跟一線的下 對不對 而且很多手機 他根本不需要那麼高階的光學 所以你技術再好 沒有用嘛 就像大家都以為 比如說勞斯萊斯很了不起 勞斯萊斯全世界也沒有賣幾輛 Toyota比他大多了 各位聽得懂意思吧 好 再來我們再往下看 我希望這些股票 你都沒有 3526 看過美 這支好像剛剛看過了 沒有沒有沒有 反假 台積電相關概念股 那你也可以說他是AI 因為台積電就AI 所以反假是 AI概念股沒有錯 但是你看 你的老師一樣在這天有表演 這哪一天 這昨天 你們去看昨天 去看一下昨天 你的老師有沒有在 網路上也好 或是各種媒體 在講反假 然後他帶你買這邊 就這一天這一根 今天怎麼樣 今天漂亮了 直接鎖 對不對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從剛才這樣這麼多檔看下來 就是在追漲停板的公司 那哪一家投顧的老師 幾乎集體的 專門在追漲停板 因為為什麼這樣 這個老師會員收很好 因為他都在講漲停板 對不對 大家就跟著學 所以今天只要什麼股票 衝上去快漲停 他們的老師每一個都會叫 那第二天跌的話 對不對 他就叫你出 如果跌停板出不掉 他一定會有事 你懂嗎 然後再去叫 所以說再去叫 你沒有辦法買 對不對 你只能眼巴巴的看著 那如果真的再一次漲停 你看我會員已經賺兩支了 其實你根本沒有辦法買 因為你已經貼在怎麼樣反假 聽得懂嗎 你可以告他嗎 不行 他有發抗訊 你知道嗎 發抗訊就是建議你買 他的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他建議你買 你沒有辦法買 那是你家的事 所以在法律上你是告不了他 但是他們都會有語病 他說他的會員都大賺 這個你可以告他 因為你是他的會員 你沒有大賺 你懂嗎 原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很多觀眾很笨 真的是豬腦袋 這股票漲停鎖 我老師真的有叫 只是我調在前面的180檔 我根本沒有辦法買 對 你沒有辦法買 他是可以這樣一直建議 但是他只要在節目上吹噓 說他會員大賺多少% 你就可以告他 這是詐欺 最高七年有期徒刑 因為台灣的投資人 大部分都豬腦袋 不是 這句沒有 就是說很多都是豬腦袋 對不對 然後其實也不能這樣講 就是心腸比較好 算了 這老師可能要騙 要養他的爸爸媽媽 跟他的兒女算了 我們再換一家投顧 換一家投顧 又在看天天漲停的 永遠大賺的測標寫 幾十% 幾百% 有沒有 那種他去參加又掛 這同樣的錯誤會一直死 為什麼 貪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詐騙集團抓了 沒有用 對不對 到時候又有新的詐騙集團 就一直有很多貪心的人 這世界上有太多貪心的人 所以說中國大陸有講一句 很有名的話 傻子太多 騙子不夠用 你知道嗎 什麼是傻子 就是人家跟你說 股票會天天大賺 永遠漲停 這是假的對不對 傻子會信 誰會信 豬腦袋會信 好不好 那麼看了這麼多 最後再送你一檔 我們講4533 不錯 今天表現很好 這協議機很有名的 跌得半死了 你有這種股票的話 你就自己想著 你是參加哪個投顧哪個老師 他跟你講協議機很棒 現在都不會講 因為一旦跌停就不會講 最後我要告訴你們的 很簡單 現在台北股市現在是在空方架構 大家都看過我在節目上講 今天台北股市還是在空方架構 我們是依據王冠AI智慧系統 所以禮拜一的時候 我就告訴你 台北股市在空方架構 今天還是在空方架構 很多個股已經怎麼樣 走入空方架構 有些是接近了快要了 你有這一套系統的人 很簡單 別人騙不了你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參加人家的會員 就輸到傾家蕩產 什麼都沒得到 你參加我的會員 我把這一套送給你 這一套一年的價值 就超過十幾萬 因為一秒鐘你就是股神 對不對 任何股票都一樣 所以你想清楚 你參加了這麼多的投顧 這麼多的老師 你有沒有來跟過我 如果跟我的話 今天打電話進來 對不對 這一套送給你 你在家裡面的房間 不用出門 我們的業務 在電話連線 就可以幫你安裝好了 真的這麼厲害 你不知道現在科技的進步 不用出門 五 四 趕快把這一套安裝好 送給你 現在開始撥打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